這個時間剛好是天生工作晚課的時候 所以大家有聽到 師兄師姐非常認真的在面積嗎 感覺好殊勝 好沒關係我們要來做菜囉 我們現在要做的第一道菜就是素的打泡肉 素食打泡肉需要的食材有 辣椒末還有薑末 還有一顆雞蛋還有番茄還有泰國醬油以及椰糖跟打泡 如果你沒有打泡的話你用九層奶一樣可以替代喔 然後還有百葉跟老豆腐以及油 那我們現在來動手做囉 我們要先把老豆腐裝到袋子裡面 然後把水分擠乾 擠的時候呢不要怕它碎掉 然後就是要把它擠成碎碎的 所以我們就再把它度力擠成再把它壓 把汁盡量壓出來 讓它水量不要那麼高 因為啊我們在外面嘛 然後最近又帶了那個米袋就是過濾的綠袋 然後我是用 昨天晚上住在旅店的那個 叫西鐵利用的那個叫做什麼 烏絲布 還蠻好用的 烏絲布 把豆腐包起來 然後把這個水分 盡量的擠乾 其實擠乾出來就是水分 比如說就是豆漿 很濃的豆漿喔 所以人家說豆腐是水做的 比如說漂亮的女生是水做的 擠乾之後我們要把它倒出來 倒到盤子裡面 我們現在等油熱的時候 我們要來煎一顆荷包蛋 煎一顆荷包蛋等會要備用的 因為我們要炸的是太陽蛋 就是一面有煎一面沒有煎的 炸的讓它外觀都有一點點焦焦脆脆的感覺 然後你在上面 可以淋一點點的油再上 好 我要把它拿起來了 好 很漂亮 我們現在要來倒油 炸豆腐跟白葉 白葉要把它掐碎 然後弄碎碎的 因為女生手掌比較小 沒有辦法整個捏 所以我們就把它用碎以後 再用刀子把它弄平 因為它是有Q度的 所以它不太好用 它主要這個老豆腐跟這個白葉的代表性就是 老豆腐就是代表瘦肉 絞肉的瘦肉 然後白葉就代表肥肉的意思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融合以後 要把它拿來炸 那我們今天就炸這樣子的量就夠了 好 我們等油溫上來 我們要來炸豆腐了 好 我們現在要來下油溫 油溫可以了 我們現在把豆腐拿下來炸 分批一下 不要一次倒很多 不要一次倒很多 其實吃素也是可以吃得很開心 就是看會不會料理而已 可能會像肥豬肉的感覺 可能會像肥豬肉的感覺 我們再讓它顏色稍微上色一點 有點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準備炒 我們現在撈起來囉 好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油倒出來以後 用鍋子裡面的魚油來繼續炒打泡肉 好 我們現在來放姜 姜末跟一點點辣椒末 因為是吃素的 所以我們放的是薑末 如果你是吃昏的 就當然就是放蒜頭末了 然後再加一點點辣椒 再放 番茄 看它有點味道 我們自己製作的素肉丟進來 素角肉 素角肉 素角肉放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加一點點的椰子糖 大概這樣子的量就夠了 椰子糖可以中和等尾的檸檬的酸味 然後也會可以增加這道菜的香氣 椰子糖炒的融化了以後呢 我們接著要來加泰國的醬油 然後這時候呢 要把把火稍微調小一點 我們要加檸檬汁 好 我們繼續拌炒 好 我們繼續拌炒 最後我們要來加打泡葉 炒到打泡葉的味道出來以後 那這道菜就完成了 我們要準備來盛盤喔 我們要準備來盛盤喔 我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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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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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韻 豬肉像不像真的 真的是豬肉嗎 對 不是真的 不要騙我 不會不會 我不會讓你犯戒的 我要替你背對我才不要 真的喔 真的可以吃嗎 真的啦 不會騙你啦 你試試看看 有沒有泰國的感覺 嗯 可是我們公主吃雞啦 像雞的 戀愛的感覺 好棒 有買吃嗎 有像雞的愛情嗎 哇 有好好吃喔 對啊 超好吃的 我要什麼吃 公主 我跟你講 阿嬤真厲害 阿嬤說她要吃什麼 你知道嗎 阿嬤說她要吃 綠咖哩 給你搶吧 那個嗎 對 所以我們下道菜是 綠咖哩喔 好棒 真的好棒 好久沒有吃過這麼美味的 蔬食咖哩了 看好 蔬食泰式的那個 帶泡豬 太棒了 太好了 等著師姐 師兄師姐等著跟你講雞肉 好 祝你幸福 我要去做第二道菜了 謝謝baby姐